三分钟教你避开租屋争议 租屋签约前应该注意什么呢? 好屋难寻,但租屋前一定要注意 租赁双方都应该注意签约者身份 若非租赁双方本人签约 应准备授权签约同意书 另外,房客也应特别注意 房东是否为屋主或二房东 可要求出租人提示产权证明 如所有权状、登记藤本或原租赁契约书 避免踏入租屋陷阱 如何确保房屋与设备状况 避免退租时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呢? 找到喜欢的房子 在进入签约阶段前也要特别注意 租屋处的地址是否跟契约上相同 交屋时也要对现有屋况先行拍照存证 返还租屋时由双方逐一点交 保障双方权益 水电费、网路费等日常开支 应该如何计算呢? 管理费、水电、瓦斯 第四台与网路费用的计算方式 都应该在合约中写明 另外 每月电费额度 收取的费额都不能超过台电下月 或非下月用电量最高级距的每度金额 贴心提醒您 在缴纳押金或租金时 应要求房东开立收据或在房客的租赁契约中注明收契字样 而房东返还押金时 也可要求房客开立收据或在房东所收职之租赁契约书注明收契字样 房屋的修缮责任与费用 是由房东还是房客负责呢? 租赁住宅或附属设备的修缮 除非契约令有约定 基本上由房东负责 而租屋处的漏水处理 在租屋前应该由租赁双方确认是否有胜漏水的状况 如果有漏水 可和房东协调是否出租前完成修缮 或按原况交屋 但可协调是否减租或共同分担 关于租约 还有什么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吗? 提醒您 签约时应该约定可否提前终止租约或违约金的赔偿额度 合约签订前也应该提供至少三天的审约期 完成签约后 房客也应保留一份契约在自己身上 合约若有任何修改的地方 双方也必须于更改处签名或盖章 以保障自身权益哦! 租屋签约多注意 保障权益好安心 签约时请善用内政部版租赁住宅契约书 详细内容可至内政部租赁住宅条例专区下载使用 内政部关心您